大家好,我叫程程,非常开心来到Kubi空 跟大家分享基于Kubi OVN创建一个Kubernetes的统一网络平面的这个话题 这个话题呢,我也是希望讲,我也是想讲很久了 这次话题呢,本身的一个由来是有一次一个用户 他有一个需求就是关于如何在跨Kubernetes的网络平面上部署我们公司的产品 然后我经过一些调研吧 也寻找了一些方案,其中有几个方案我觉得还是非常有意思的 其中Kubi OVN的这个方案呢,也是我个人比较喜欢的一个方案 所以呢,今天把这个分享带给大家 我们的这次呢,演讲 我们这次发表呢,主要基于几个部分 第一个部分呢,例行常规的我们公司的广告介绍 然后第二个部分呢,可能是我们的关于现有的一些跨网络平面的集群的 这种部署方案的一些介绍 第三个呢,就是跟大家介绍一下 关于Kubi OVN的一个整体构架形态 第四个呢,这就是给大家做一些实操演示 希望大家喜欢 那好,让我们在正式开始之前 先让我对自己做一下自我介绍 大家好,我叫程辰 我的GitHub ID是ITR911 我在2016年之前呢,实际上是一直是一名开发人员 当然使用的语言也比较多 比如说Java,Python,很多语言都使用 在2016年呢,有一次很偶然的工作机会 我深度的参与到了这个OpenStack和Kubernetes的研发过程中 然后开始对我们的私有云有了一定的了解 然后从那以后呢,我就感觉到私有云是一个非常有意思的事情 因为我,它对我们的很多设备进行了虚拟化 更重要的是,它可以让我深入的接触到存储网络 还有这个Linux Kernel的这些非常有意思和有深度的知识 我呢,其实目前是工作于日本 我,我先后供职于Yahoo日本 还有日本的SBI Beats公司 当然还有大家所识如知的红帽日本 在这些企业中呢,实际上也是研究Kubernetes相关的 这个领域知识 其中在Red Heart的时候 我是深耕于OpenShift的这一产品线上 我现在呢,供职于PinkUp日本的市场和社区部门 现在目前呢,主要是服务于我们的社区用户 但是我平时还是会为我们的商业用户提供技术服务支持 我平时呢,非常喜欢员员生技术的学习和推广 因为我目前工作于日本的关系 所以呢,我也致力于帮助K元社区在日本社区的推广 我也非常希望通过技术交流的这种方式 能促进日本社区 还有跟亚太其他社区的这种沟通和互动 下面请让我为大家介绍一下 我目前所供职的PinkUp公司 PinkUp公司可能一些人有所了解 之前他一直是致力于开发 基于TIDB产品线上的一款NewSQL产品 但是呢,公司目前产品线也拖宽了 比如说我们还有这个 基于混乱工程的Q-SHMASH等这样的 产品线上的support工作 所以说目前来说呢,我们转变定义 现在是一家开发INFLA技术为主的公司 公司目前呢,也在海外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在2012年4月份,我们就成立了日本的office 目前呢,我们实际上也为日本的很多本土用户 提供服务 当然了,我们基于日本在做office的同时呢 也是非常积极融入于日本市场的 比如说我们加入了日本的数据库学会 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前后参与了RUST Tokyo 和Japan Java User Group 两次基于开发者的大会 上面有我们的topic进行演讲 除此以外呢,我们还参加了 Cloud Native Days Tokyo 这个在日本非常有规模和影响力的 云园声上的盛会 再有我们也参加了日本的最大级别的 Database盛会叫DB Technic Showcase 所以说呢,我也有一些关于如何经营日本社区的经验 希望有机会跟大家一起分享 接下来呢,我们就聊一聊为什么要使用跨基群网络 我觉得我们使用跨基群网络呢,无非有几个诉求 第一个诉求呢,是对服务可用状态的要求 往往呢,我们期待着自己的服务可以进行两地三中心的部署 尤其在日本这么一个灾害多发国家 往往很可能一个地震就会造成了多个数据中心的停止运作 所以两地三中心在灾害多发的国家或者地区显得尤为重要 第二个诉求呢,因为往往根据各个云厂商特点 有一些情况下呢,可能期待对服务进行分离 比如说,我所知的A和B两个云厂商 它们之间的存储的价格差距将近有10倍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有一些服务的话 可能就希望我在一个共制的Cubernates的网络平面上 我将存储放在A厂商 然后将计算放在B厂商进行运作 除此以外呢,我们还经常提到一个概念 就是被锁定在某个云厂商 所以说第三点呢 也是大家期望我们可以随时在某个云厂商有一个逃生方案 比如说我因为这个云厂商 另外一个云厂商给我的折扣角度 我可以随时对自己的服务进行迁移 避免被锁定在某个云厂商的服务之上 第四点呢,往往有合规要求 比如说红帽近些年也经常提到的 Unhypercloud的建设 这种混合云的建设呢 往往可能是我的本地有一个Cubernates集群 然后远程的公有云上也有一个这种Cubernates集群 它其实都是一个内网状态 换句话说 它的POD是不会对外暴露的 如果想做到跨Cubernates集群的网络的话 是有几种方案可以被提供的 在此我列举了我看到的三种方案 当然了这三种方案各有优劣 我下面给大家详细的介绍一下 其中呢,第一种方案是IPv6Cubernates集群 但是呢,严格来讲 IPv6Cubernates集群 不能被称作一个网络平面的一个方案 众所周知,IPv6有一些它的优势 比如说我们给IPv6的Cubernates分配一些IPv6的IP地址之后 那它的POD实际上是可以在很多情况下直接被外网访问到的 我们甚至不需要提供一些特殊的网络隧道方案 但是呢,如果非常了解IPv6的人会发现 实际上我们很难通过个人去勾筑IPv6的网络 原因是这些IPv6的网络实际上是要经过申请机构的申请 当然了你可以通过公有云上去申请IPv6的网络 但是如果在私有云的条件下 IPv6的网络申请 还有IPv6整个网络的建设是一个非常巨大和浩瀚的工程 对我们的网络人员有提高的要求 所以这一款方案其实它对硬件成本 还有各方面的软件成本要求非常之高 公有云厂商呢实际上提供了很多跨Cubernetes集群网络 统同一平面的方案 这些方案呢也非常不错 但是呢也有其中的一些问题 比如说第一点就是我目前没有看到这些云厂商的网络方案 可以基于IPv6来做 第二点呢就是这些云厂商的这个网络方案实际上都是有非常强的内置性的 换句话说就是它无法跨云 就是无法跨云厂商进行构筑这种跨云方案 所以呢还是解决不了我们之前提到的一个locking in的一个情况 之后经过不懈努力的去寻找 我发现CNCF上的新秀 Cubi OVN方案实际上是满足于我的一些期待的 比如说它可以在CEO环境下帮助我去构筑两个Cuberness集群的统一网络平面的这么一个产品特性 虽然在之前在做OpenShift的时候就知道 OpenShift呢开始支持Cubi OVN了 我觉得当时对OpenShift也是一个突破 但是实际上自己一直没有沉下心来去研究一下Cubi OVN 所以就借着这个机会 我也是稍微对Cubi OVN的一些内容进行了探索 然后今天也把自己的一些研究的内容呈现给大家 那么好 那下面我们来介绍一下什么是Cubi OVN 就我之前看到了Cubi OVN的社区实际上发表过一篇文章 文章题目是一个非著名Cuberness CNI网络插件 我觉得Cubi OVN的社区实际上还是比较低调和谦逊的 所以呢在近期他们也改变了思路 然后做了一个非常有名的演讲啊 就是说Cubi OVN开始迈向主流 我觉得这个描述也是非常准确的 我们看到官网上Cubi OVN对自己的介绍是一个很灵活的企业级的解决方案 而且它具有非常丰富的产品特性 并且容易部署 我觉得这个描述还是非常准确的 就我在使用的过程中 我深刻的感受到了Cubi OVN是一个具备非常丰富特性的Cuberness的网络组件 它极大的丰富了Cuberness的网络生态 而且它极其容易部署 稍后的demo中大家也可以看到 只需要简单的部署 我们就可以勾住一个跨Cuberness的网络平面 我觉得Cubi OVN的特点总结出来的应该有三个 第一个是它的灵活 第二个是它的高效 第三个是它的安全 那我们怎么来看待这三个点呢 下边让我给大家微微到来 那首先我们如何看待它灵活这个特点呢 这张图上给大家展示的是 我们可以基于Cubi OVN 建立一个三层的overlay的网络 如果我们建立了这样的一个overlay的网络 首先我们实际上可以保证 我们的PVC和ACL与现有的物理网络的相对独立 其次呢 我们的子网和主机也就变得无关了 容器的IP呢可以在整个集群进行飘移 那么它就变得非常灵活 然后第三个点呢实际上我也比较喜欢 就是我们可以根据Namespace进行绑定 把每个子网根据Namespace进行绑定 这样子就可以有效的实现了我们的多租户 大家知道Cubernets运维是一个非常痛的 非常麻烦的事情 所以如果在没有足够的自动化的条件下 那么运维人员肯定希望一个Cubernets集群 可以发挥出它最高的功效 那么这个时候多租户也就显得极为重要 关于overlay网络我觉得还有一点非常重要的特点 就是它可以有分布式网关和集中式网关 两种出口方式 那么如何理解分布式网关和集中式网关呢 分布式网关呢就是每一个node 让自己单独分出去一个网关 然后让它进行通信 然后集中式网关呢实际上就是我们指定一两个node 那这两个node它贷款可能非常高 那么它实际上作为所有的网络出口的 所有网络流量的出出口 那么也正是因为基于Cube OVN建立的overlay网络 具有如此多的灵活的特性 所以说Cube OVN给我第一个很大的感觉 就是它的灵活性 Cube OVN给我的第二个的感觉呢 就是它的高效性 这个特性呢主要是由于Cube OVN 可以建立一个underlayer的网络 它可以使Pode直接和底层的虚拟机或者物理机直连相通 然后呢甚至支持Pode在不同的VLAN网络进行通信 而且呢它最主要的是还提供了overlayer和underlayer的共存能力 我觉得这就意味着有两个特点 第一个就是我们可以保持它的高效的同时 不是它的灵活性 第二个就意味着我们可以选择封包或者不封包 然后把网络流量传给Pode 那么如果要是我们想保持一个高效的网络的话 因为我们可以使用它的underlayer的网络的能力 为Kubernetes集群提供一个高性能的网络 其实自从容器诞生之日起 容器的安全一直被受到极大的关注 过去人们其实在把目光一直聚焦在运行室的安全上 Kubernetes本身的网络安全一直被受到很多的诟病 尤其是Kubernetes的Network Policy设定选项不够丰富 Kubi OVN的话极大的丰富了容器的网络安全的选项 大家可见屏幕上红字所画皆为重点 更难能可贵的是Kubi OVN对网络安全的设定选项非常丰富 而且它支持了标准的Network Policy设定 其中我比较关注的是它可以复制容器的流量全量 这一点有助于我们的运维人员对流量的安全进行审计 还有对其进行分析 由于大会的时间所限 所以我们很遗憾没有办法为大家深层次的结构 Kubi OVN 但是我觉得可以通过Demo演示的方式 让大家更加了解Kubi OVN的一些运作 本次的Demo 我们将会分为三个Demo进行演示 在演示之前先让我给大家讲解一下我们本次Demo的架构 我们本次Demo将会构筑两个Kubernetes集群 然后两个Kubernetes之间的网络互通 是由一个我们额外建造的节点 OVN Interconnection进行网络的互联 本次Demo的全部执行代码 我们可以通过页面上的Github链接进行取得 本次实验我们使用Kubi Sphere的一个子项目 Kubi Key来部署Kubernetes集群 在本次实验中我使用Kubi Key最大的感受就是高效和快速 其中我使用Kubi Key在部署Kubernetes的时候 耗时平均为2.5分钟左右 接下来我们开始进行第一组实验 第一组实验的主要流程是 我们先建立两个Kubernetes集群 然后建立OVN Interconnection集群 此后在两个集群分别建立两个Indinks Pod 然后查看两个Indinks Pod是否可以互联互通 请问说请问 请问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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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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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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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我们会为大家展示一下我Pinkup公司所创建的TIDB产品 TIDB这款产品具有非常良好的MySQL兼容性 换而言之我们也可以把TIDB和WordPress进行连接 那么接下来我将给大家演示的是如何基于Kubernetes部署TIDB 以及如何基于KubioWin创建的统一网络平面 建立WordPress和TIDB的连接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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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么到这里我们所有的要展示的内容就全部都结束了 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 如果有什么问题可以大家随时联系我 谢谢 再见